欢迎收看小理科球哈登十大好消息 这回没有众冠军也不怕了 登哥呢这次我觉得还有机会得过 首先这是众冠军报废了 对不对咱们呢在这个盼望别人报废的情况下 别人确实已经报废了 然后哈登和赫尔沃尔也报废了 登哥呢第二个是登哥有休息时间了 登哥今天休息了31分钟了 这个也是一件好事 第三个好消息呢就是登哥呢 还是能够拿更多的W的 有人说这个登哥这个6分是不是拉快呀 我觉得不是拉快呀 我觉得就是赢球这个针对的就是哈登嘛 哈登被针对了 然后我觉得挺好呀 我觉得如果如果机会赛有三个人四个人针对马克西 马克西恩比德和托哈里斯呢 应该越打越好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哈登没有得分 而且被针对 是对哈登的这种重视 对吧 对我登哥的一种重视 是吧 没人报家 不被重视的人 他永远 他也永远不知道这样的伟大 对吧 我登哥是一个伟大的球手 才会被无死的重视 我觉得这个不叫什么事情 这都不叫事 对不对 这不叫 这不是大事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根本就没有关系 不怕被针对 对吧 一点不怕被针对 怕的是 怕的是没人针对 怕的是大家不把你当回事 你还得不了分 你被针对了 得不了分了 但是赢球了 那就证明你还是牛逼 另外哈登只上了三十一分钟 证明 登哥呢 还是有劲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下一场 登了基础 另外呢 大多数行业人看出来了 哈登三千万 随便有人要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可见未来哈登的这个明年 这个价码呢 还会往上藏 虽然七十多人可能带不下去了 但是又希望 对不对 有希望去别的队 拿超级饼心 四千 五千万 拿不了的话 四千五百万 估计还是玩一样的 对吧 四千五百万不行 四千万也还是有地方去的 所以我就慢慢来 慢慢来 是吧 登哥 登哥未来呢 加油吧 我觉得登哥还 未来呢 还是一个前途不亮的男人 第十个好游戏呢 就是登哥呢 估计 估计 估计去约会了 估计去 洛杉矶去 约他前 初恋女朋友去了 这个 这个帖子们也需要理解一下 毕竟登哥呢 也这么大岁数了 快四十了 一老头了 还跟朱兰特一样 是单身狗 所以说 又有钱 去找 去找个女朋友 也是很正常 所以大家呢 应该理解我登哥 登哥呢 也需要大家的理解 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理解和支持他的 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